韓律总统大选初选阶段 有一份最新民调显示了 国民党要是由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来出现 分别跟民进党蔡英文跟赖清德来PK 民调都是领先英德 尽管赖清德的差距只有9% 但是还是被解读成为 蔡赖两个人再争第二名 也因此总统蔡英文 在接受广播节目专访时 再次向赖清德喊话了 说家和万事兴 2020这一局只要蔡赖合作 才有赢的可能 2020的总统 当然要像我一样 或者就是我 虽然话说的很有自信 但总统蔡英文最大隐忧 还是党内对手赖清德 我觉得不管是媳妇还是金孙 反正家和万事兴 就是这个意思 不管外界怎么形容他跟赖清德 蔡英文一句家和万事兴 强调党内要团结 毕竟民调落后国民党是事实 以世信大学最新民调显示 国民党如果由郭台铭参选总统 蔡英文落后23.1% 如果由赖清德跟郭董PK 民调差距缩减到9% 但不管输多输少都是输 2020这一局民进党还有机会吗 如果我们合作的话 我看民调就可能有不同的情况 如果能够团结一致对外的话 我们2020这一局还是很有希望 蔡英文强调他民调第一是因为总统身份 如果蔡赖合作就有机会赢 总统要照顾的不只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可能有公民党的支持者 所以总统本来就是要维持一个社会的平衡 如果他们采取的是一种 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接受的态度 会让总统有一点腹背受敌 那我们也应该共同来努力 让这一局不要让我们的支持者太焦虑 避免初选火车对撞 蔡英文柔情攻势 向支持者也向赖清德喊话 民进党没有分裂本钱 记者吴宣张俊涵台北采访到